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正的节目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日 也是 张国荣先生世世的20周年纪念 在2003年是一个悲痛的一年 当年有很多巨星是世世的 无论是张国荣 之后的林振强 柯秀良 到到梅艳芳 我们都会相当远色 2003年是 演艺界相当悲痛的一年 亦是香港相当悲痛的一年 有沙士 之后搞自由行等等的东西 但是在当时 张国荣的冲击是很大的 余人节 是小小很多以为 是不是玩假的 事实上真是他由 Mandarin Oriental 顶楼 跳下来 当时陈淑芬 就是他的经理人 也在他的 旁边 以为他打电话 很快就见到我了 原来他就跳下来 这个对于 陈女士的冲击是很大的 为什么我说陈淑芬呢 因为前后呼应的 他最后的 死亡的时刻 陈淑芬见证到 这个相当冲击很大 但是同时 你看到 1982年 我们上次讲到 就是说他 霉丹堂的最后一年 黎迪电视的合约到期 那么 张浩荣离开 黎迪 他在 陈淑芬的牵线之下 跟随着 殷斯 黎小田 转头 无线 经济合约 和其下的华星唱片 唱片合约 在 83年 一月 推出第二章 粤语唱片 风继续吹 那我这一次 起码讲一讲 他怎样 由 给香港人一个心声 Echo一个心声 怎样由一个 最低潮的地方 起床 而起床的时候 不会 砰的声 就是很多人说到 哇 他风继续吹 就红起床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过程 起码我认为 他要去到 风继续吹 然后再 多一张唱片 再多一张唱片 去到 第四张 广东唱片 也是第五张 录音室唱片 第一张是 Date dreaming 1978年 1979年有一个情人战 失败 接着去到 1983年 一月 推出第二章的 粤语唱片 风继续吹 那当时这首歌 是几红的 是收音机经常播的 但是当年 无论是港台的 十大中文金曲 还是TVP 这个十大竞争金曲 都没有它反应的 所以你要由低潮 转向高潮 是有一个时间的 那个爬波可能很快 但是你是一级一级 都不能塞 这样上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香港有一天 真的要 从谷底反弹 光復香港的话 现在这么牛皮 你要去那个地方 一定要这个时间 准备好 准备好你的唱功 准备好你的演技 才有未来的张国荣 香港人要准备好自己的论述 自己的勇敢 自己的实力 以及 其他人的帮助 以及审时度势的时候 时间来到的时候 砰砰砰 几级跳 而每一级 你都不能出错 你看这个张国荣 是很幸运 在83年 砰砰砰的上去 他有三只唱片 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一点 第一个就是 83年 一月 这一张唱片 这一张唱片是重要的 叫做《风鸡肉吹》 然后 第二张是什么 我再讲一下 然后84年 有这个 Leslie这张唱片 里面有Monica Monica一个84年 大红 当时多争 张国荣 订回没有给他 去到Monica 整个改变了 红透全香港 我还记得当时 你走去尖东海旁 那时开始有尖东海旁 那你去到那个 海底隧道入口 即是海边的地方 有Monica 那个时候有菲林 那时候很红的 接着之后 张国荣唱Monica 唱到每个广告 甚至有很多的 十大竞歌金曲 竞歌金曲的节目 都有这首歌去报的 所以就张国荣开始 真是完全陷于翻身 是这首歌 当然 风继续吹 令他翻身了一次 但翻身的好那首歌 就是Monica 真是爆红 成为第一首登上 大雅之堂的母曲 这个是相当劲歌热舞 是有新的概念 其实很多谢 黎小田 也很多谢他自己的努力 OK 要分析张国荣这个歌手 和你看谭命伦 就是这个 鹹校长 或者看梅艳芳 是有些不同的分别的 无论你看梅艳芳 和谭命伦 他们 其实由开始 到尾 其实那个风格 转变的幅度 是不大的 看罗文更加是 OK 看关政杰更加是 关政杰一看 就看到这样 OK 比如美空云雀一看就看到这样 谷穿伸尸一看就看到这样 这个是 一个人 基本上的唱腔 是固定的 你任劍辉白雪先 你怎样都是那个唱腔的 去到 你说的那些什么 谭炳云 尹光 都是这样的唱腔 张国荣是很特别的 我不是说他英俊不简单 因为很多人说美男子 英俊 很喜欢他 我记得有一个导演 曾经 走过街 看到 在一个铺铛里面 那个铺铛里面 张国荣在飞发 张国荣对着一块镜 那个导演在外面问他 就看着他 看着镜中了他 坐在里面的张国荣 看着镜中 对回头窗外这位导演 张国荣就轻声说了一句 因为都听到声的 因为窗是开的 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英俊呢 这个是张国荣 他对于自己的容颜 是相当 就是 就是 不 骗的 而他也都很英俊 即是你说的 《緩花世劍錄》 或者《對對虎》 《甜甜二十四美》 《甜甜二十四美》有很多人做的 你看回這些片子很正豆 麗的當時的片子做得很好 《對對虎》就是陳薩文 《甜甜二十四美》有很多人都有 關芝林都有 中間有轉換角色 鍾布羅突然之間變成莫小聰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看裡面的所有東西就知道 張榮剛寫禮的做了很多電視劇 他也拍過很多片子 《檸檬可樂》、《賀彩》 《烈火青春》 《八二年》的時候也想提名 當時沒有給他獎 之後八三年開始唱歌 唱歌多得黎小田 而他的這首《風繼續吹》 就成為了大熱 之後他就慢慢爬上去 Leslie在《風繼續吹》唱片上 大家知道 這首是甚麼唱片 其實我很喜歡這首唱片 這首唱片當時沒有賣 因為當時很小 家裏沒有賣 我家裏第一張買 第一張 不是一個套電視劇 就是一個套電視劇 基本上就要去到 後來這個譚詠論 八四年的《愛的根源》 所以《風繼續吹》的時候 聽收音機的一日報 會唱的 因為他不斷唱的 他的歌曲《風》繼續出是來自《山口百惟》的名曲 《山口百惟》當時是風魔一時 由73年到80年 根本上拍了很多劇集 《日本的美女》 突然之間在83年適應 80年適應 80年適應 適應的時候和三婆又和結婚又婚約 於是適應 適應的時候他唱了這首歌 這首歌是魏京四座的 就是叫做再見的彼岸 如果翻譯了中文 就是 Thank you for your smile Thank you for your everything Thank you for your everything Sayonana no kawarini 之後就把麥克風放在中間 之後轉身走 從此再沒有踏上舞台 這個就是這樣 日本有這樣的精神 離開就離開 他要去做一個家庭主婦 做一個妻子母親 做一個 另一個人生 譬如說最近十年之前 北珍希適應 也是離開舞台 之後沒有再拍戲了 這個是日本女星的一個情況 有些人說什麼櫻花精神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看 他要去另一個人生轉軌 剛剛他的時候很紅 於是就離開 不是特別我很紅 於是放棄 不是因為紅 所以要放棄 而是他要放棄 剛剛他紅 coincidental的情況 OK 大家知道是 風繼續吹 就留意這首歌 我勸你早點歸去 你說我不想歸去 只叫我抱著你 很感謝鄭國剛的這個寫的詞 也都很優美 其實這隻碟是相當多的歌 很多人聽過 我只是讀一些名字給大家聽 風繼續吹 哪一記異光 片段 共你別離 緣分有幾多 流浪 就是烈火青春的主題曲 讓我飛 OK 不管你是誰 難以再說對不起 人生的鼓手 默默向上游 我要逆風去 其實人生的鼓手默默向上游 我要逆風去 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唱給大家聽 都是鼓手這個電影的主題曲 我插曲 很有黎智而味 古家輝作曲 鄭國剛甜詞 那 有一首歌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裡面 有一首歌是被低估的 即是它唱得不錯 有味道 因為我怎麼這麼說呢 我特地講這首歌 是這樣的解釋的 就是難以再說對不起 是Chicago 當時玩Soft Vlog Chicago有一首歌 Hard to say I'm sorry 那這首歌是唱得很好的 那你看回外國是這樣的 它要做一個自己的風格 你看回七八年 它唱Daydreaming的時候 它是唱一些 叫做外國人 唱過的歌 和紅的歌 We are all alone 人家 人家 Ritter Coolidge 唱過的歌 那他都會照唱 那你 怎樣都好 你是在模仿人家的東西 或者你唱自己的風格 唱別人的歌 是別人的歌 全部都是別人的歌 而且都是英文歌 不是你的母語 這個是表演才藝 不是你的情感 你的情感很難說你真實地投射進去 你很難唱得很好 你可以唱得很好 但是你要唱得很好 還要超越了那個原唱者 其實很難 尤其當時他有些雞仔聲 更加難 好了去到83年的時候 麗小田幫他撿過了 無論歌曲的風格 他唱歌的咬字那方面是不同的 所以他實現了 Leslie的第二個典範 第一個典範就是 他之前雞仔聲的典範 這個不是典範 就是他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他83年開始的 這個階段就是說 他擺脫不要唱廣東歌去學羅文 你做回你自己 做回你自己 純粹的那個年紀的自己 好 有感情 有穩味 有詞性 用聲的方法 全部都教過了 然後他很努力學習 努力去試一個新的練 用聲的方法 所以看回這些歌詞 這些歌詞 他用新的方式 柔軟感 有感情 我說我勸你早點歸去 你說我不想歸去 只叫我抱著你 即是他全部咬字清楚 他咬字是清楚的 但他每一個音是輕 soft 這個第二個典法 譬如難以再說對不起 那首歌是很好聽 即是他一首好聽 但他不去抄 不去學Chicago 因為學不到 因為Chicago的聲音是 他的肺量很厲害 他肺量沒辦法那麼厲害 他怎樣呢 他就用剛剛 紅韻的聲音唱出來 他唱這首 《難以再說對不起》的時候 你對我說 你對我說 你太愛我愛得累 期待假期 逃避去遠地 我女哪會各愛得累 若你會原是我的罪 擁著你 難以再說對不起 但可否不去 熬過種種苦與悲 真的感激你 莫到遠離 遺相一生一世都一起 一生不會說別離 天 嘩 那這首歌是 他可以把感覺 用廣東話 有字正康語這樣唱出來 但又不像羅文那些 即是那些巨廢 輕 放輕 咬字清楚 感情投入 就可以唱得很好 他這樣的方法就是他第二階段的張國瑜 我覺得第二階段就是他八三年開始實現這樣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這種方式不只是第一隻碟 很多隻碟都玩這件事 而這樣比較尋回到他自己的本案裡面 他找到自己 而這件事的話是很難得的 後面那些人生的鼓手 我慢慢向上游 我以後去張國光幫他寫詞的一些很好的例子的歌曲 到現在都很記得的 即是如果你看回那些電影 我聽回這些歌 就好像回到八十年代美妙、優美的香港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這首歌是很高分的 即是我覺得這隻碟是覺得嘩 激至讚賞 我小時候當然不知道 後來我再如數奸真看回所有這些歌 就覺得嘩 不得了 我看回這些歌的時候 不是現在看的 我大概去到 我講過了 我以前是譚詠倫歌迷會的會員來的 所以我對張國光的印象一直都沒有西歌的時候不好的 因為去到哪個時候呢 我記得我來台灣讀書 當時我中學有個同學送了一個套套給我 他讀了很多首歌 有些是張國光我沒聽過的歌 我沒聽過歌什麼 等一下我會唱一首給你 我沒聽過歌唱得很好 是不是我真的覺得以前怪錯他呢 好了來到這裏 1995年他推了一隻碟的《寵愛》 有兩三首歌我很喜歡的 即是你看到什麼追啊那些東西 唱得很好 即是新的Style 而覺得張國光是完全擺脫了以前的自己 這個是第幾個典範我會跟他講的 而那個張國光我覺得很sharp 我覺得我對張國光是大於90年代初才改觀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我就很有求之欲的 就挖回這些歌呢 來看 剛剛那時候開始有Internet 但不是很成功 然後去到一些舊唱片行 那他有一些Cassette tape 和一些大的 看回歌詞 我當時有錢的 少少錢的就買 買這些Cassette tape就放進去聽 所以買了一堆張國光的舊歌 我當時呢 書架上面放的那些法律的書 有一格旁邊放的Cassette tape 和CD 當時有個CD機的 灰色打開的CD機 可以聽博文的聽 這個很貴的 當時來說我覺得很貴 那你Cassette tape很容易 很容易會食帶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聽張國光的歌很好聽 改觀是差不多那個時候 那 《風》繼續出去好聽 那我以前也聽過 那我聽回編段 又很有感情 我覺得 其實最好聽就是難以再說對不起 然後有一些 《我要逆風去》 人生的鼓手 《默默香上游》很好聽 那時候我記得我那三個同學 給我的那個餅帶呢 就是《默默香上游》 然後覺得 那時候 去闖台灣這個新地方 去讀書 沒有人沒有物 最緊要呢 幸運不肯慶照守 我要艱苦奮鬥 挺著空對抗命運 用力握緊我拳頭 那時候 唱這首歌真是很過人 就是《黎智歌曲》 所以 激勵人心 所以這些是陪陪我成長的 就是那時候 大學的時候 才陪陪我成長 是 這個是我的經驗 各位 如果你一開始已經喜歡張國榮的話 那可能你一早已經有這樣的體驗了 至少我的體驗是比較大學時期 就是青少年時期 有這樣的一個體驗 那你說 《風》繼續吹這隻碟 是不是使得它爆紅呢 我都說 當然它沒有得到任何獎項 那後來呢 他去《風》繼續吹之後 1983年 有一隻碟 就是叫做 在年尾出的 10月25日出 83年10月25日出 這隻碟就叫做 張國榮的一片痴 尤其是一片痴 所以一片痴是首歌 就是 黎小田幫他作曲 鄭國剛幫他填詞 所以黎小田幫他很多夢 接著有《我走我路》 《愛情路裡》 《願能彼亦非》 《厭此的故事》 你聽這些歌好像沒聽過 你自己去看看 當時第二首 就是說 如果你說《風》繼續吹出現色 它爆紅是錯的 這隻碟多少歌你沒聽過 它不是爆紅 它開始紅紅的 可以這樣說 燒紅了就完了 但還沒有紅了 OK 《情治困》 他自己作詞 除日勤作曲 另外有這首歌 《戀愛交叉》 我還記得第三屆新秀歌唱比賽 就是張惠健 唱他《戀愛交叉》 冠軍 新秀第一屆 梅艷芳 第二屆 女方 第三屆是張惠健 第四屆是杜德偉 我記得 文佩玲 之後就是第五屆 接著這個《戀愛交叉》 那時唱到街知漢文 穿上神樓 我床邊揮一揮懶手 那首日本歌叫《How Many Eko》 這首歌是當時的《香廣美》 《戀愛交叉》 就是林文聰作詞 那就是一首 當時日本幾紅的歌 我覺得 張惠榮唱得比《香廣美》更加好 《香廣美》也好像 他的感情不太洩入他的歌裡面 你看看原裝的聲音 但是張惠榮是 穿上神樓 我床邊揮一揮懶手 即是他每一個字 穿上神樓 即是他每一個字 輕音重音 他有些就是 有些像羅文 但他輕的位置很多 羅文是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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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這樣吧 張惠榮就是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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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即是他有些這樣的位置 去玩音樂 玩得很 他的咬字 用聲用得很過人 即是如果你明白就明白 接著 有鄭國光也幫他寫一堆 《闖進新領域》 《盡情地愛》 《無膽入情關》 《迷路》等等 其實大部分這些歌 絕大部分剛剛的歌 都沒聽過 除非你很愛張惠榮 你會看裡面的藍本歌 但這首 這隻碟 其實最紅的一首 除了一片痴之外 就是這個 《戀愛交叉》 大概是這樣 你說張惠榮這樣 是不是已經 路以盡 已絕 當然不是 CSSS證明 CSSS證明 他就是 八四年那一首唱歌 才是他 真店之寶 就是Leslie Leslie 就是八四年 有這首 Leslie的專輯 那Leslie的專輯 是他爆紅的 誇!這些歌曲 真是不得了 令他廣告又收入又多 登台又多 唱片亦都买得很好 后来开演唱会 也都拿到很多的奖项 这首歌令到入选十大中文金曲的 还有这个竞歌金曲的奖项就是Monica 第一首歌就是说始终会行运 这个就是 本明是帮他量度正的了 作曲顾家辉黄之邦填着 始终都会行运 这个就是陆顶级的主题曲 这首歌唱这首歌就很过瘾 也预示了它 由衰运变成行运 我都说香港今时今日来看 始终都会行运 你要扔 你要守 你要忍 喂 张国瓶77年歌唱比赛 1984年才出了这首歌 如果你计算前前后后 由77年 去到84年 多少年时间 七年时间 你才能熬出一片天 中间有多少个坎坷 你们不知道 是吧 所以你说 有很多事情 不要急于一时 也没有必要急于一时 是吧 第二首歌是耳熟能唱的 Monica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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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的位 这首歌真是不得了 红片不同的地方 第三首《有情物意》很好听 这首歌真是很凄厉前面 他唱歌就开始找一些有硬的 也有一些软的 HTO是硬的 硬中带一些软的 缘分是软中带一些硬的 他很懂得玩这些东西 这也是第二阶段的东西 即是《者客相见后不怕寂寞》 稍后会讲这首歌 《睡腹了睡》 《蓝色忧屈,农本多情,全身都是爱,一盏小明灯》 其实这些全部是后面那两首《全身都是爱,一盏小明灯》 都是缘分的插曲来的 《农本多情》就是农本多情的主题曲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很难得 我觉得他的 我看到他这个时代 他用声每首歌都开始有多元 即是他不会只是用罗文康去唱字 他可以多元去选择 譬如我看这首歌他很出色的 《不怕寂寞》 我那时候来台湾没多久 有时自己听一下歌 听这首歌很感动 感触到自己很多东西 我再也不会怕寂寞 寂寞已用一把锁 锁走真的我 心里 欢恩爱已沾帮 但愿以后没爱情 情是这苦过 初啊 过去竟会怕寂寞 救人爱着一把火 狠狠烧伤我 今晚 欢恩已告落寞 独自对着影子 难找自信一个 从当天风中尋命爱 早已是 注定错 回头完全明白我 真说 悔恨留下了给我 困倦留下了给我 为爱已难过 看 到处充满了寂寞 寂寞 寂寞背后多苦楚 苦楚都给我 我 心怨里继续多 多日每段恨与受 仇心竟藏不过 这首歌呢 令我想起很多 欲中的朋友 当时的 杰斯 当时到现在的快必 很多人 即是 好像代入了他们的情话 去唱这首歌 当然作这首歌的原意 不是这样 其实歌词 不要问那些 写歌词的人 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些词 去到每一个情感 你代入不同的情景 都有它的味道 我会觉得是这样 即是每个人 想的方式不同 即是每个人 Lensley这首歌 这首歌是很成功的 但是 很多人都未必 未必喜欢这首歌 始终会走运 Monica 这些是一些 很容易 pop的歌 很容易 红的歌 所以这些是 当时很多人 因为时间有限 我不可能介绍太多 每年 我四月一号 前后 都会说张国荣 所以不用怕 每年都会说 譬如去年 我们说了 他的真正的死因 是什么 很多人说 你胡说的 你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自己看我 去年怎么说 有根有据的 这些不羁的 填词人 是作证的 即是他说了很多的事实 给我知道 所以我就说 有原因 他说死有原因 但希望大家不要这样 为什么我特意说 由梅丹德去到红的张国荣 是预示我们香港未来的情况 Are you prepared?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这个就是我这个问题 即是我希望这些 大家都 ready 他的歌曲很多 1985 《为你钟情》 1986 《Stand up》 《爱火》 《英雄本色当年情》 1987 《爱慕》 《1988》 《Virgin Snow》 《Hot Summer》 《1989》 《Leslie》 《侧面》 《兜风心情》 接着有两首 兩支碟 SALUT SALUT 就是很多很多歌的 最近呢 我也有放在YouTube上 放在Facebook上 就是《为你钟情》 原先 不是《为你钟情》 《最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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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本源流》 写的词 那接着呢 当时就是写这首歌 就是《林之长唱》 那这个SALUT 其实是 当时他要忍退 即是 六四之后呢 你不要问什么原因 张浩雲是忍退的 即是到十月左右忍退 出了两支碟 SALUT 和Final Encounter SALUT 是对当时的作词人 作曲人 是一个致敬 他唱的别人的歌 而到现在很难 我都找不到一支碟 是一个人唱 人家的不同的歌 广东歌话 不同的歌 之后呢 可以说唱得很有特色 甚至部分 比原唱者更加好 很有感情 譬如你唱《最爱是谁》 那最近那个MV 就是找回她以前在80年代一起拍当 做青春偶像片的李麗珍 这个是到现在 都相当漂亮动人的一个女士 她就一起 我找她 在巴士里 然后在哭 很多途人在下车 就是这首新的MV 就是《最爱是谁》 原先不是SALUT 里面SALUT 她有很多歌 即是当时 张浩雲唱了很多歌 OK 甚至前几年 播放一首《飞机师的风衣》 后来张浩雲有唱的 张浩雲也唱过 这些歌 其实是 张浩雲唱得不好 OK 那SALUT 那SALUT 这首歌是很多 很多很多歌 即是 里面有包含了 很多很多歌 里面 接着 她应该说 这首歌唱片是1989年8月23日 新艾宝唱片发行 是六四之后 那就是说 好像一个大时代结束的感觉 是吗 然后《Final Encounter》也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她一直没有再唱歌 一直到1995年才出《宠爱》 我就说 好了 张浩雲的第二阶段 就是她一直到《惠里忠情》 或者《Monica》这个时间的事情 但她第二阶段 有第三阶段 就是大概爱火之后 英雄本色 爱慕拒绝再缓 她的咬字 她的阳光味 是比较充分 即以前是阴与阳之间 但她的阳光味比较充分 而摆脱了一种浪文的影子 唱出自己的音韵 这一点是第三阶段的张浩雲的唱慌 即是看回拒绝再缓 即是側棉 側棉 那些咬字 即是有些咬的咬的音 那些在咬的那些 那你去玩这些 玩得很不羁 很有性格 或者配合她而用 有很漂亮的一面 很美丽的一面 跟着 Salute 和Final Encounter 尤其是看到Salute 它开始 砰一声 即是由第三阶段 滑落第四阶段 即是滑落 是变成昇华到第四阶段 昇华就是说 软 所以Salute 你看回《最爱是谁》 或者《飞机师的风衣》 其实它是 开始整个底 软了下来 它形容中气唱歌 但它不是那么外显 而它声音有种慈性 有种吸引力 不再咬自己的灵觉 爆得那么紧 然后修炼起灵觉 将它自己的感情 和那种慈性魔力 在它的声音里面传出来 一直到95年的宠爱 进入第四阶段 OK 而第五阶段 就是一直到 差不多 95年的宠爱 96年的熊 98年的Planetong 大热 大热是2000年 你看看 宠爱去到大热是不同的 宠爱是很软的 很柔的 大热是很狂的 所以第五阶段 在这些阶段 然后每一个阶段 唱出自己的风格 每次用那些声 当作人声的乐器一样 之后每个阶段 就着自己的人声 去设计了那种风格 令到使大家感动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 都做了好感动 最后被拍《窗黄》那些 很感动 就是 哪里有人 可以做的那种 精神状态 那么疯狂的 就是它完全进入了那种模式 那些人说 因为窗黄而它自杀 而不是 完全不是这样的事 我去年已经说过 希望大家明白 我会这样分它不同阶段 但是不同阶段 不同阶段有类似性 但是它有这样的转变 是大概我自己的看法 那么 所以我没可能 将它很多歌讲出来 我特意是讲 昨天我们讲 它煤的时候的东西 又煤转红的时候的东西 红了的东西 不需要讲的 大家都知道了 即是不会敢上天花 我只会讲 煤的时候怎样呢 因为香港的情况就是煤 那张国仁也都煤过 它不是一个巨星 于是会崇拜 不是这样的东西 它是个人 它人有三衰六旺 有转强的时候 人是这样 香港也是这样 各下也是这样 那希望大家珍惜 目前把握现在 做好自己 始终有一天 光復香港 士多革命 希望 这种众位都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